紐約 癌症治療新突破 全部參與者被治癒 Glasses Smith Guide 公司最近在紐約 實驗了一種免疫治療癌症的藥物 18名植腸癌患者完全康復 Memorial Snow Catering 癌症治療中心的 Louis A. Dines Jr.醫生 近日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 發表了一項小型實驗的報告 只有18個植腸癌患者參與了實驗 這些植腸癌患者之前都面臨艱苦的治療 包括化療、放療 以及最有可能導致腸道被療性功能障礙的手術 有些人還需要人工結腸做口 實驗裡每個人都服用了相同的藥物 結果令人驚訝 癌症在每一位患者身上都消失了 包括了身體檢查、內規鏡檢查、PET掃描 和MRI掃描都無法檢測到癌細胞 研究人員說 今次這種新療法是一種免疫療法 通過阻斷癌細胞隱藏的訊號 使免疫系統能消除它們 這個療法是針對DNA修復系統 起不到作用的直腸癌癌型 經過實驗結束後6至25個月除訪 參與研究的所有患者都沒有復發的跡象 無需進行手術、放療、化療 或其他標準療法 這個研究的另一個驚喜是 沒有一個患者出現嚴重的副作用 而且所有患者都對藥物有反應 直腸癌手術和放射療法 對生育能力、性功能、腸道和膀胱功能 永久性的影響 對生活質量影響巨大 隨著年輕人直腸癌的病法率上升 新療法可能會產生巨大的影響 這藥物每劑成本約為11,000元 每三個星期被患者服用一次 持續6個月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